肖黛说他之前做过健身教练 今年转行做主播 前段时间跟杭州萧山长龙路一家传媒公司 有过合作关系 3月28号那天 他在公司附近的咖啡店 向陌生人要了微信 人卖就是钱卖 然后要拓展交友的圈子 就是以前是比较害羞设恐的 然后后面发现 打开自己就是做什么事情都比较容易 然后就后面就喜欢交朋友 然后五六点的样子 我在这边跟一个朋友谈商务 一个团队在拍摄 然后我看到他们在拍摄 然后我以为他是一个摄像人员 我本着多交朋友的目的 然后去加了这个女孩子的微信 他也同意了 肖黛说加完这个姑娘的微信 他给对方发送过电话号码 十多分钟后 又主动跟对方的一位男同事搭了话 演员还是艺人 然后我觉得跟我是同行业的 然后我觉得可以交个朋友 我也向他去要了微信 然后他也没有理睬我 之后他们也走了 走的时候我可能说了一句话 然后也比较善意 我说人无论到什么层次 应该就是比较亲民一点 就这句话的意思 然后被他们的一个编导听到了 就是可能传到他们负责人那边 小黛介绍拍摄团队离开后 大概过了十多分钟 他接到一个电话 对方说是公司的 要找他谈事情 他们过来找我聊 是不是对他们艺人做了什么事情 我说没有 我跟他们解释的是 我为什么要加这个男艺人微信 我的原话是 我说哈喽帅哥 我看你也是这边的艺人 我也是这边主播 我们可以交个朋友 加个微信 可以加你微信吗 然后他就没有理我 他们找你具体是觉得你哪句话 他们觉得可能就说 我说你多少粉丝量 然后我说做人应该本着 对吧 亲民的态度去结交朋友 在外无论做到什么层次 然后他们可能对这句话 比较有意义 小黛告诉记者 后来他跟对方在口头上出现争执 然后后面涉及到骂我妈 然后我当时气不过 踹了瞪脚他一下 我知道不能打人 然后他那个男生和那个女生 就直接上来打我 当时他们大概四五个人 然后上来打我的是 一男一女一对情侣 然后其他的人在拍视频 还有拦截他们 不要让他们打我 我当时心里想的 我不能还手 一如果我还手就成护欧了 二如果我动手 我练过 他们就直接可能躺倒在地了 我现在70公斤 硬拉190公斤 然后能做负重的引体向上 15公斤做足 3月28号当晚 双方到派出所调解 最终结果是 对方赔偿了小黛300元 小黛说 4月1号 他去了一趟公司所在的办公楼 面试结束之后 我本着就想拿回之前 我被打的一个视频 想看一下 然后去找了他们那边的人 我一眼就认出了 当时打我的那两个人 我就直接上前 然后想去询问一下他 然后当时可能做法 有一点点稍稍过激 我双手去抓住他的脖子 然后去问了他一下 脖跟着个位置就 就这样捏着他 根据小黛的说法 后来对方的多名同事上前 不让他离开 发生言语冲突 最终他被几个人 按在了地上 期间有人打了他 这次冲突之后 警方再次介入调解 他收到了2000元赔偿 然后整个办公室的 大概男性 全部过来上来集体撸我 就殴打我 然后经过警察调解说 原本是我去找事情 这个我也是知道的 然后最终是以2000块人民币 然后造成我身体上多数损伤 还有头发掉落 然后2000块去进行调解 就是我想找一下你们就是 如果他们能道歉 就可以向我道歉一下 像当着公众的面向我道歉 然后我想大家宣传的一个理念就是 我们有实力 但是不轻易动手 然后我们在社会上要违和待人 小代提供了一个号码 说是对方当事人的 记者转述小代的说法 对方不接受采访沟通 认为小代已经接受了 警方调解的赔偿方案 双方纠纷到此为止 记者也把情况 反映给了小代所说的那家传媒公司 发稿前没有接到后续回复 辖区派出所告诉记者 双方因搭讪发生两次纠纷 当时经过调解 已就解决方案达成一致 188黄剑记者报道